吹泡泡大家应该都知道 什么球形的环形的我都见过 再次像它这种能吹出来一个人物形状的 这泡泡水里是加了啥 说不正经那是假的 这一杯酒就这么轻轻敲了一下 结果它就少了小半杯 这啤酒的气它有这么多吗 我在这里想了快一个小时了 我很确定自己没有得罪什么人 但是我怎么在车子上发现了这个东西 这玩意里面竟然还有电话卡 这是啥东西 这道题我至少画了一上午 不管我怎么画 都没办法让这字母相连起来 并且这线还不相交 这现在的小学题目都这么难吗 我在这里看半天了 其实这人为啥要在这下水道里面钓鱼 我现在不关心啊 最主要的是这还真给它钓上来 而且个头它还不小 这鱼长这么大 难道都是给我吃垃圾 这是在一个山里面发现的 查了半天资料都没有查出来这到底是什么 说它是长颈鹿吧 它身上也没有花纹 难不成是写生小孔 在老家后面突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洞 这洞的旁边也没有任何东西 哪一张纸放在这 它竟然自己会吸进去呢 难不成洞里还有一台西风机 我有一点很好奇啊 就是食堂打饭 大家应该就知道吧 里面的阿姨按道理来说她也是上班的 这就算多打一点也不用她自己掏钱 为啥这些阿姨她还都不愿意呢 都说女生是水做的 但是她这身体的柔韧性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这到底是趴着在看书 还是躺着在敲个阿狼腿啊 双手臣服真的我见过 但是像她这种穿着这么大的玩偶服 她还单手支撑的 比利有这么强吗 看她这还能离间站好 也不像是侧者站的呀 我这就会看满天了 这天上的这一排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总不可能是有人把小广告贴贴上去了吧 还是说这其实是人造天空吧 这一块程序出故障了 手机现在大家应该都见过不少了 你说这折叠皮 翻盖全面皮 这都能理解 但是她这两边都是屏幕的手机 是我眼睛看花了吗 我在这看满天没太明白了 这潜水员她到底想干啥 难道是潜水员吊虾 愿者近嘴 这是今天的公寓里面看到的 这些蚂蚁在干啥 好好的围在这中间这个石头转着啥 难不成他们还会举行什么 什么仪式 我现在有点惆怅 就是我们这潮温的水 是不是对北西雍来说它就是开水 这是不是未喝水之前还得放冰箱里面冰镇一下 我在这块酥饭间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蒲公英的种子现在都这么大了吗 而且仿佛像动物不像植物 我在这块酥饭间了 就是这人的手它到底怎么变成这样的 就算是被蚊子或者蜜蜂咬了 他俩也没道理光丁手指头吧 我在这块思考很久了 就是没找出来这到底是哪块的原因 这就是来感受一下鱼流 这些鱼像如鲤大鱼一般怎么办 今天在菜市场直接给我看傻了 这大爷一实在是反复的给这猪肉上面抹磨水 他这是在干什么 难道是在制作黑猪肉 我在这开门店也没搞清楚 那小东西到底是什么物种 是鸽子长得太肥 还是说是鸡和鸽子的混血 叫鸽鸡 牛大家应该都见过 今天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就是它这牛的舌头好像从鼻子里面伸出来了 这到底是牛鼻子太大 还是舌头太细 这个视频直接给我看单猪了 大力随手大家都知道吧 我一直以为那是动画片 没想到现实中真的有这样的人 可把这个小皮卡拉住就算了 竟然还很轻松的拉了回来 三哥都这么猛吗 我家这猫这两年不知道咋了 一到吃饭就这样 不是说只有狗才能看见人看不见的东西吗 啥时候猫也有这个功能了 我在这看了十几遍监控 没看明白是咋回事 这两人就抬了个箱子出去 也没见丢什么东西 他是左上角怎么好好的插了一个铁棍呢 男人至死是少年 勇于挑战 心怀梦想 看到你的结局 我决定放弃我的梦想 十五十五二十 十五十五二十五 这机器人有意思 来来来 十五十五二十 不是不过 十够未冬 你刚才那股嚣张惊呢 这狗也不知道咋的了 都来平洋两个月了 也没见这么大脾气 今天他这是碰到软狮子了 又说碎裂是把 无情的杀猪刀 我看这过山车也毫不逊色 短短的几秒钟 我竟然分不清 谁是爸爸 谁是阿子 站住别跑 你给我站住 我真没想把你无公开处理 我走 闪 闪 闪心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但我长这么大 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 把自己嘴卡树里面的鸟 哇哟 你咋皮这么厚啊 我怎么进去的 你自己不清楚啊 大爷到底是大爷 你说大爷是新手吧 他这动作你还模仿不来 你说他这是老手吧 他这手一个都不少 这啥事还是得看你大爷的呀 挖个坑 买点土 数个一二三四五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我算是领悟到精神了 做一行就要有一行的规矩 司机不上下祸 这是原则 你这怎么回事嘛 瞧你这话说的 是老板多吃又包住 换你你不干的 诶 这啥玩意儿这么像 该不会这大晚上 还有谁家在烤肉吧 我来出去找找 一个公鸡 要下单 他不是他的活 他非要干 你说你一个挖土鸡 和我们抢什么活 活不起啦 今天是新单位第一天入职 我感觉我可能又要失业 这么高的数 我怎么爬上去啊 飞啊 吃了这么多年葡萄 我都没发现 原来葡萄是葡萄干店的呀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来医院看我朋友 问朋友有什么病 他死我不说 其实就算你俩不说 我也能猜到 狗羌羊 对不对 你快说呀 对不对 只要思想不滑波 办法总比困难做 想吃爆米花 自己也可以做嘛 so easy 这咋回事啊 这么大鱼在地上没人捡嘛 我也不紧 我就下来多多酒 走咯 吃饭不喝酒 等于没吃饭 有饭没酒怎么行 等着 我来给你拿一瓶常温的 这玩意好喝吗 你给我也尝尝呗 你这不说话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我干了 你随意 别人常说三岁看了 看你这出拳的速度 你以后的工作 我都把你想火了 就去酒吧划拳 你看怎么样 上阵父子兵 把武器兄弟 这为了扎土车能多拉点 挖土机把吃奶的劲都用上 真是好兄弟啊 这不怕真坏人 就怕假好人 下次我要是再让你两桩 我就是狗 什么狗屁兄弟 叶子的链 到底是疯的追求 还是大爷的不挽留 大爷 你快走吧 我看到下个路段的大妈 提着刀正在找你呢 你烧烧烧 你拿打火机烧 我这么大岁数的人 我还能骗你个小孩吗 真金不怕火烈知道吧 怎么可能能烧得断吗 两百块 你要不要我卖给别人了 你瞅瞅 那男的真怂 吃个零食 中备自由 宽度是我 不瞅 那零食好像是我吃的 这位兄弟 一看就是书都兵法的人 借多杀人 用的是出神入光 你要是和扫把有仇 你就直说嘛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想打武功呢 这装的还挺像 实践是检验这里的唯一标准 这位大哥一看就动手能力极巧 不过这乌鸦喝水 我已经会了 能不能动手展示一下武松打火 我这被撞的腿疼 我这车都还没打火呢 碰瓷能不能专业点 我不管 今天没有三十只兔子 别想窝起来 我们再这样动下去 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数一二三 你松口 我们握手沿河行不行 小算了 门都没有 就这点温度 我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只要撕下不滑坡 办法总比很难多 谁规定乌鸦喝水 非要放舌头的 给我惹齐了 嘿嘿 饭桌都给你掀了 食物被食用 这是他应该有的归宿 但是生命不该被玩弄了 你这做法真的 快馋死我了 钱子你给我说一口行不行 我求求你了 这林子大了 什么料都有 不过我长这么大 还这头一次见到蚂蚁月兵 没想到这小东西 你还会抬兵不振 不得不说 有被帅到 我说你就挺一平吧 能不能别猜了 听我说两句 你藏那二百块钱 上个月就让你媳妇给你拿走了 你下回放我这 我给你猜我家保语位 现在这世道 想赚点钱太不容易了 这堂堂的一个空间系的魔法师 竟然都沦落到街头卖艺了 我看我那魔法少年班的学费 还是留着给我去媳妇吧 快过来快过来 这抢一道吃饭的铁 他里面就想个不停 使命是有点不干净的东西 我去 这搞半年是你们 你谁啊你 这里面都住满了 到别的地方去吧 这圣诞节要到了 我提前来认个门 你这也知道 我一个坐骑 手里头也不富裕 给你一酒 我这就去下一家了